现在我们用两股线的叶子绣来绣这片叶子 我们先从叶子的顶端开始出针 往叶脉上拉一条大概5毫米的直线 然后我们紧贴着这一针的边缘出针 往中间扎针 然后从这边出针 中间略微交叠 中间略微交叶子绣来继续 因为我们这一片叶子是弯向一边的 像这边弧度较大的地方如果接下来的针脚过长 那么我们的线就很容易抠湿 所以我们可以往下面长几针 再拉直线过来 这样我们的弧度就可以绑合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